主席,我是反對郭家麒提出這個優惠辯論的議案的 我覺得他們就是利用這12個罪犯的事件 顛倒黑白是非,誤倒香港市民,攻擊香港政府製造事端 這12個人是涉嫌干犯嚴重罪行的重犯 他們是做什麼?他們做炸彈,他們參與暴動 是很嚴重的罪行,是他們自己去偷渡,被人抓了 現在涉嫌幫他們偷渡的人都已經被捕 是棄保潛逃的空執犯 他們現在利用立法會的平台想幫他們發聲 就是為了打擊政府,就是為了討好他們認為的一些暴徒選民 所以我們覺得他們的問題是非常嚴重 台灣也有很多你們所謂的手足都走了老去 那為何你們也不提出說幫他們呢?